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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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就是病人走掉的時候 會不會自己也是有很多就是很內疚 或是應該要把他再偏向他給救回來 那種感覺 您這個問題我覺得相當好 因為剛講的最後把我的行醫的經驗 是幾年把他濃縮成這一段 所以你聽到那個時候 好像我在哭哩眼淡 好像是因為我看過太多歹膜的歷史 就比如說他用呼吸器到 然後手腳都已經扭曲 躺在床上不能動 台灣有些角度有這樣的病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 要走這個重症的安定狂的時候 我心裡很增長 因為柯蒂是我最尊敬的英雄 他憶恨我錯了這個一千里 他老實上現在都跟我講的 醫生是生命花園裡面的園丁 因此能去栽腿 可是你沒辦法去預測 他最後會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這邊 我想給你的這個 我自己的 目前我的想法是說 我查顏觀色 也不能說我會看人家的真實 我不是算命吃 可是我覺得說 這個情況最大是最好 就是說 順著這樣子的緣分 這樣子去做 當然我舊人還算很多 可是有時候最不好的 就是集中在我的家 所以有時候我也是要想一下 這個情境如何處理 大家可能 我覺得有時候電視劇 集中一些最美好的一面 就是說 這個醫生經過什麼高明的醫生 要討論 然後美國拿你最新的藥 哇終於 一個美好的結果 如果這樣的情況不常發生 好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評論 還是醫生要查顏觀色 我跟你講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有那個 玉滴 就是有一張目標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上面 對 那個主要就是 實際上是要去 因為你這兩個 就是最小的 就是實際上是要去醫院 要先醫院還是說什麼 就直接去就可以 那我們來 這個 我稍微可以跟您提一下 目前 因為剛剛我們也在制定這個執法 那我們當時其實有兩台意見 就是說 有一些這個社會學家 就是說 這個所有都是醫療輸全化 都是你醫生在醫院裡面搞 他就希望像 當中生命教育館 你看一下那個 就是那些生命的歷程 然後寫下一些感性的這個心願 那我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你要選擇感性的話 他就比較 不是在這一個裡面的方 因為這裡面就是想說 我要做什麼 這個是有法律的效用 但是 你剛剛提到的這個 部分 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 預理醫療上部 吃三等級的錢吃三 就是說 這個可以講得非常多嗎 就是說 就是我希望去提示你嗎 或什麼 就是把那種比較 比較發善的那種心願 在 在那個 另外的場合裡面寫 但如果要做這個的話 因為這個畢竟有法律效率 這個就要到醫院 所以現在是 就是 把它縮小 就是先把它縮小到醫院裡面 實際上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做好 那我實際上是我今天走去醫院 就可以做 那到醫院裡面 他剛剛要有這個單位 對 所以這個法律是 你們好名 2018年 2018年 他在2015年12月通過 2016年1月3年 所以在2019年 他只要後年 現在大家趴的樣子 我的醫院這麼傻 還要再做這個 所以大家還要在工作 所以還沒有 確定 對 因為這個我覺得還要去磨合 因為他請你講話 對 謝謝 剛請他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說就是 剛剛 你在介紹前面那個 那個叫什麼 重頭 那個什麼科 你最新的那個叫 喔 整個醫學科 對對對 那譬如說 醫師你是床頭 對對對 萬一他得了病 可能比較緊急 又要比較專門的人 那如果你要再去詢問到 其他的醫生的時候 這中間不會浪費掉時間嗎 就是錯過就醫的時間 好 他的情形是發生在你 已經到醫院 還是在醫院之前 就是你講的這個情形 他來看病 他來 到醫院以後 對對對 好 等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稍微解釋 結果 會到我們這邊 就是 就是多重器官的病變 就是等於說 就不是簡單的那一種疾病 所以我可以找得到專家來 幫助我 這個情況怎麼處理 大部分都是我們要自己 輕輕鬆動手 所以 那當然你這個醫生 等於說 要膽大 然後心細 然後要吃苦耐 然後 因為等於說 有時候你問人家之前 你可能就要先做一些事情 各位 也謝謝你的那個 他還有一位 醫師你好 那個 但是我想請問就是 你在你看過那麼多生死之後 你覺得 大部分病人如果是開心的過一生 你覺得他 認為他的醫生中 最重要是什麼東西 就是趁著想吃 他覺得他是圓滿的醫生 圓滿的醫生 現在的臺灣人太恐怖了 我甚至沒有看他 就畫著微笑這樣走 就跟電影演的不一樣 不過 就我的價值觀而言 我會希望說 我如果要離開的話 我的親人都要在旁邊一起做事 就說 我比較 可能我的腦海裡面就是 那個美國影集的那個 就是好像一次做完 大家在那邊拿到最後 我覺得這樣子 應該最後也會這樣子 醫生我想請問就是 有沒有機會 訂定一套標準 就是當病了 已經嚴重到過於某個程度了 就 一定要放棄他的醫療 或是讓他自肥 不然這樣子太傷 健保 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們 就是說有 底下我講的就是 大概是個人的看法 這個不代表公家的 和健保局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不可諱言 有時候我們會對於說 比較不受我意思 或是說比較有主見的 我們會比較用 奧客的這個概念去講 那如果說是 就是對於這種 他可以用到最多的 我三成名講的那個 倚價質量 就是說你要付這個代價 你才能有這個享受 那這個呢 我訓談他講 這個就是現在那個 美國那個川普 他改革健保 他就是 他就是這樣的想法 因為你歐巴馬健保 比較還有一點說 中產階級的幫助 幫助那些窮人 然後 他們負擔了一個區域的醫療 可是川普外外就不是這樣講 你付多少錢就有多少的 他覺得說 每一個人要根據他的努力 去賺得他應得的疫苗 那如果說以台灣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說 對於某部分 某部分這種 你用的太誇張了 我會建議引進你講的這個 不過這個美斯提都會被健保 會就被打敲了 就消失了這樣 這個在台灣還沒有共識 我覺得也不太容易推 那 我這邊有一個名詞 大家可能以後 也許會在政策上的經驟 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說 比如說 現在的健保不是總額制度嗎 總額制度就是說 你每年只能花多少錢 不管你看再多病 他給付給這個 診所或醫院就是一定的錢 就是他把醫療的膨脹 框在一個範圍 那我們未來會希望 有一個叫做雙向的法律 就是說 比如說你每一年多出來的 多做的檢查那個錢了 民眾負擔一半 醫院診所負擔一半 這樣子你也讓用的人 就是你看有警惕 你也不能濫用 讓你這個醫院這邊 你也有做工的 你也有吸收的一部分 這個叫雙向手的 我不知道這會不會過啦 不過覺得說 這個好像有點 大家更負擔50%的這個改靈 你剛才沒聽過我講的這個 這是我們想了很久 因為你說 都叫醫師 護理師 這些醫院診所去吞 怎麼快吞不下去了 因為等於說 你做的那個 食物一點不是一塊錢 一點是零點六塊 那這樣子 好像食物的品質會越來越影響 好 大家 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症狀制度啊 就是安寧的貨 就我看 感覺就是 它對於醫生的要求更高 就是急救簡單嘛 你去跟人家真的去彈性 去觀察 那個其實是更困難的 那現在在這個就是 醫療能力這麼不足的情況下 然後健保的資源這麼有限的情況下 那這樣不是會更把現在的問題要更加扣大 我也謝謝老師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這邊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對啦 因為你要跟病人談心 那個要花時間 我們醫生的時間很寶貴 不過我覺得說這種交流的經驗更珍貴 我印象的時候我是看過 柯P他好像在某一次的訪論 還是一本書裡面 他有寫到說 他覺得說他在行醫裡面 他的一個 一個成就感來自於說 他就一個快死掉的病人 就是說 那種病人 比如像是說 一種 痾 就是像那個 他需要心臟移植 可是就是說 他一直等不到心臟的主人 所以後來就死掉 就是說 柯P他分享說 他覺得他最大的價值 跟那個 就是明治大會死的病人 徹夜常談 可能我都要談了 我都要三四個小時 雖然病人指教 可是他覺得說 那個是你用幾百萬 都換不回來的那個價值 那我覺得說 現在的醫師 你說一直談錢 我覺得說 好像我們也變得 那個 很事況 那我覺得醫生裡面 他的那個 核心價值 就是我們要避他 我們要幫助人家 然後自我肯定的這個價值裡面 我覺得愛你兩位 會讓我的醫生 找到那個 我可以繼續做下去的價值 我當然這個薪水也要顧好 可是說 成就感還是注意說 你幫助了一個 一個 怎麼講 孤苦無依 或者說 一個一個無助的這個心靈 像我舉柯P這個例子 就是說 這個是他自己在那個節目 還是書裡面他寫到的 那我自己也是做重症 也做了十幾年 我發現也是這樣 就是說 我會記得就是說 欸 就是我在某個時刻 我做了什麼事情 欸 有改變 那我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的老師 就是在台灣自己裡面的 SARS那個時代 帶領台大團隊 就是那個李雲德院長 他帶領當初的台大 戰勝那個SARS 走過那個危機的院長 他告訴我說 什麼樣叫好醫生 當你照顧的病人死掉的時候 他的家人會打電話給人家 他覺得說 那種家庭告訴你的 病人已經走掉了 那種心靈的互動 這個才是一個 好醫師的那個典範 我不知道大家 可能大家不見得你 我這樣的經驗 可是你會想 就是說 那一定是很相信你嘛 因為平常的醫生 也不會把 你的電話給病人家屬 那個大概就是 你已經有互動很多 就算你跑到哪裡很遠 他有問題還是會問你 那我自己在 十年前 我在雲林嘉義執的 我其實有幾個病人 因為他那個死掉以後 他的家屬有打電話找得到我 我覺得那個時候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那我也希望我這樣的經驗 能夠擴散 因為當你現在的醫療 都是用算錢的 這個 測量手多少錢 腳多少錢 什麼什麼 你這樣下去 我覺得就不會有什麼那種互動 我覺得醫療學者這樣 那就太可悲了 尤其在 老人家這麼多的年代 他用的一樣是一個美麗的 晚年的時候 有一個美麗的彼此 好像也是這樣 他希望是一個 歡欽他的醫生 然後虛寒問人 大家快樂的過這一段 這真的是我自己 這幾年 我自己覺得 我也希望說 這樣的經驗 能夠擴散出去 你一直彈前那個就 那個大概後面就很難 變成是一個 和諧的一個情景 好 那我們今天 因為時間很大 那我們就 謝謝蔡醫師 謝謝大家